马龙的城隍庙广场 远方有个大大白色龙里地标 但仔细看 怎么有个人跨坐在上面 到底怎么爬上去的 让人看了相当傻眼 很危险 那个很危险 他怎么上去了 我不知道 他很厉害 很厉害 有人爬上去有人下来 很厉害 上去之后他做些什么 他都傻笑 是第一次 他每次爬上去 他大概十分钟下来 未来这名男子爬雕像 已经不是第一次 三十号下午三点多 又在爬被民众撞见 整个人跨坐在上面 双手各抓一边 还以为他在骑龙里 而其实他是当地的头痛人物 父亲居民对他的举动 早就习以为常 依据新竹市公园管理 自治条例规定 恐涉及破坏公务 经告借不从者 处新台币五百元以上 五千元以下之罚还 这个很特殊的穴位 你今天这样子爬上去 其实是对 对于这个龙里也不尊重 也不礼貌 而影片一出 也让不少网友纷纷留言 东午节不是过了 他在练习什么 甚至有人说 怎么爬上去的神奇宝贝 还有人放上动漫图片 哭手男子行为 而四十岁的宋姓男子 一时好玩 擅闯水池攀爬雕像 目前已经被通知 道案说明 将依照社会秩序维护法 进行裁处 恐怕得好好跟警察 解释解释 下期新闻张高一黄是海南 谢谢同伴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